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岸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一开始先来关注国际间的地震消息 台湾时间今天上午七点的时候 印尼的苏门达纳岛发生一期规模 5.8的地震 这起地震的阵央就在巴东市西南西方 大约是240公里的海面上 还好到目前为止 便没有任何的灾情报告传出 镜头来到美国 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传出了野火灾情 而且这场野火还是越烧越烈 受到干旱的影响 火势难以控制 目前当地的国家森林公园 还宣布关闭 绿色森林里头冒出橘色的火光 美国新南部地区因为严重的干旱 科罗拉多州的灵火只控制住大约是一成五左右 国家森林公园的新南部还封闭了步道 预防引发新的灵火灾情 还有临近的新墨西哥州 还有亚利桑那州 这两地的国家森林公园也同时关闭 因为这场火从6月1号就开始延烧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2000户的居民撤离 但是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另外备受瞩目的川经会昨天是在新加坡举行 这场面会几乎是占据了全球的新闻版面 川经会之后美朝关系快速的升温 川普答应会维系金氏政权的安全性 而金正恩承诺朝鲜半岛会完全的去核化 但是川普在记者会上也回答记者说 现在谈两国建交还言之过早 川普拍了拍金正恩的手臂 两位领导人的事迹之握持续了12秒 金正恩一身招牌深色中山庄 川普也打上川字号的大红色领带 两套拿手打扮也被一并写入历史 不过两人脸色严肃相敬如宾 川经会在新加坡圣陶沙岛上的 加佩勒酒店举行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前先向媒体谈话 早上九点多两国领导人进行一对一会谈 四十分钟后他出门两人都笑口常开 打破川普早先说可能一分钟就起身走人的疑虑 之后九点五十分两边谈判代表也加入工作会议 美方包括鹰派幕僚蓬佩奥与波顿 另外还有白宫幕僚长凯利 金正恩则带上左右手金英哲外长李永浩 和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朱雍 是不是真的看见了和平曙光 川普与金正恩在结束工作午餐后 签述历史性的共同文件 内容四大项 首先美国与北朝鲜要建立新的双边关系 第二美国会确保朝鲜半岛国家 也就是北朝鲜政权的持久与稳定 作为回应 平壤承诺半岛完全去核化 另外就是双边政府将智力找回韩战时 战俘遗骸并送回祖国 川经会结束 川普独自召开记者会 川普提到他现在不会撤回驻韩美军 制裁也不会松绑 但会先暂停美韩军演 而且要完成确核化 需要进一步多次的谈判 不过他已经和金正恩取得互信 两位领导人之后也将互相访问 大爱新闻留人好编译 川经会入幕之后 国际社会都在高度的关注 像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他昨天在主持内阁会议的时候 是全程关注川经会 他希望从此朝鲜半岛 真的可以迈向无核化 不时摸摸鼻子 神情略为紧张 南韩总统文在寅 虽然没有机会和美朝两大领袖同框 主持内阁会议时持续关注川经会 文在寅也说 美朝两国的敌对关系 不是一次峰会就能解决 既然两国敞开对话大门 就应该花更多时间解决彼此歧见 南韩也做好准备 扮演引领美国和北朝鲜 迈向和平的中间人 与北朝鲜关系密切的 日本和中国大陆 也都在第一时间回应 跟着镜头来到北朝鲜首都平壤 街头一如往常平静 没有外传的政变消息 北朝鲜的国营媒体劳动新闻 卸下强硬的报道风格 头版排满金正恩出访新加坡的照片 整体氛围相当轻松 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 这群韩裔美国人 一看到穿津铜框的画面 立刻鼓掌叫好 美国和两韩关系出现重大进展 就连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和俄罗斯总统普廷 都想和金正恩见上一面 一瞬间金正恩成了国际间人气最高的政治领袖 另一方面川普也顺利翻转美国的外交常规 前总统欧巴马和敌国对谈 就被国内议员批评天真软弱 如今川普将这些批评化为无价的和平资产 大爱新闻周波仙兵 国际间其他新闻焦点多半围绕在天灾还有人祸 今天的国际大小事带您一起来关心 滚滚泥流从难民营住家玩流 风雨交加满地泥巴 门板和棚步在风中飘 南亚雨季大雨 孟加拉累积12人死亡 其中两人住在洛西亚难民营 37起的山崩 1万多人受影响 联合国说这是一场测试 到处积水 疾病传染 又是另一场大风险 法国巴黎附近 铁路路基上铺设的碎石 被大雨冲刷出一个大洞 成了小水池 一列通勤列车行经翻覆脱轨 索性列车上乘客稀少 欺人受伤 法国过去两天的大雨 全国18个地区发布四高等级警戒 海地民众哀痛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迹 已经变成灰尽 首都太子港的事迹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三次的大火 这场无夜大火 烧了几个小时 许多小饭 损失惊重 不信中的大信是 没有传出伤 其后原因还在调查中 两个地区在古代都是属于马其顿王国 独立到现在27年 跟希腊终于达成共识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正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结束两国之间的名称争计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这周五就要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登场 一名38岁的超级足球迷 有沙烏地皇室的赞助 见了国王之后 开始骑自行车 从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附近的家出发 骑了5145公里 花了75天 终于在周二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大爱新闻 许舒妹编辑 焦点回到台湾 肠病毒进入流行的高峰期 最近有不少的学校因此停课 国内还新增两例新生儿重症死亡的案例 当中有一名死亡的小女婴才出生6天而已 才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儿 马上放入保温箱观察 护理人员仅剩在旁照顾 就怕宝宝健康出了状况 因为国内又爆出两名新生儿 感染一颗病毒11型 当中有一名小女婴 出生不到6天的时间 就因为重症死亡 住在东部的4天大的女婴 那她在4天大的时候 也是一样出现发烧 活力下降的症状 那之后住院之后 就并发肝炎血脚板 低下凝血功能异常 以及新生儿败血症的症状 一颗病毒11型会出现发烧 活动力下降以及脑墨炎 严重还会引发新生儿败血症 或是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 相较于一般的肠病毒 患者多半是5岁以下的幼儿 会出现明显的手足口病 以及泡疹性烟霞炎 但不论哪种肠病毒 都是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染 而且传染力极高 出生之后的14天之内 新生婴儿有任何生病的状况 都应该要告诉医生 因为这时候妈妈是来不及 产生足够的抗体 经过胎盘来保护孩子 一颗病毒来势汹汹 重症的致死率高达5成 再加上今年已经造成死例重症 当中还有两人死亡 疾管署现在就担心 肠病毒大流行卷土重来 2005年那一年流行的是 克莎奇B型的病毒 那导致有27个新生儿的 肠病毒重症 这个是等于13年当中 我们没有再看到有比较大的 这个新生儿的肠病毒的疫情 疾管署表示下周开始 将针对医院以及月子中心 进行环境稽查 也提醒新手爸妈 尽量避免访客的不必要接触 降低新生儿和肠病毒接触的风险 大约新闻 吕思泉 梁家明 台北报道 今天开始首波的门雨封面 加上西南气流将会侵袭台湾 就怕会有淹水灾情传出 水利署已经在全国准备了 一千多部的移动式抽水机 随时待命 这里是土城区清水路32项 属于低洼地带 比起外面路面整整滴了90公分 只要强降雨一来 随时都有淹水可能 去年的话它是有淹起来 大概在膝盖以下 那因为是因为短淹石强降雨 它排水比较不急 试运转最大水量 一分钟可抽取将近两公顿 杜绝噩梦赛次上演 今年水利局赛两条沟寸交汇处 预布了两部移动式抽水机 已被不时之需 届时大雨期间 也会有人员和全台 1500多位防汛护水志工 巡逻守护家园 我们水利局有78台移动式抽水机 那目前有9处低洼地区 13台移动式抽水机 已经架设完成 从明天开始这一个礼拜 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 比较大的雨势 可能会有大雨 甚至有豪雨等级 以上的雨量发生 所以我们要提醒 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 一定要盛防积水 滞流封面 结构扎实 伴随西南气流 未来一周大雨吸台 民众可得提高警觉 戴新闻小智杰克新智 台北报道 专题报导 高雄是大平点附近的骆驼山 过去发现了许多拱污泥 炉渣以及吉成辉 还有各式各样的事业废弃物 当然新闻的采访团队 实际到当地就发现到 这么多年以来 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清理完毕 而且非法弃制的情况 恐怕还是现在进行事 有东西 有东西的 里面都有东西 这体面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 成堆的铁筒露天气质 有的筒身已经生锈 有的开始发胖膨胀 这种问题应该满足的 因为没有昆虫 没有绝绝 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看起来继续很久 里面都没绝绝 你们蚊子都活不下去 那你说有没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你只要靠近一点 刚好闻到化学刺激的味道 就快要自喜 大哥你还好 铁筒不好 做不了 还有这个味道我做不了 好香醋 好软的味道 这种化学刺激味 在弥漫的酸腐味道中 大家小心翼翼的不敢靠近筒子 因为里面装的东西可能相当危险 从木头山这边的一个步道进来 然后靠近它最里面 然后一间类似寺庙废弃的一个地方 然后现场很多很多的这个废液筒 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些废弃物 其实台湾管理的状况 现况是非常的差 因为不可能储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像这些桶庄它是 那些有几乎会移动 风险很高 十分危险 有人处理那个死掉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专业看到桶庄 我们都认为它要优先处理 大部分都是有害的 这些桶子是谁丢在这里的 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都还有待厘清 然而上面的标示还没有封化 可以清楚地辨识出品名跟经销商 显示被丢在这里的时间还不久 对照过去的卫星空拍记录 在去年7月之前 这里人是一片空地 9月之后才开始出现铁桶 显示非法弃制事业废弃物的问题 恐怕人是现在进行事 而不孝的业者在这里乱丢废弃物 也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 穿过路边的杂草树 顺着土坡而上 却发现眼前的山原来不是山 而是成堆的废弃物 堆得比人还要高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 它不是山耶 它是废弃物耶 现在看到 非常多的各式堆样的废弃物 都被放在这边 包括有毒的无毒的 最重要的是说 还有很多地方 看成像是一般的一个土壤的状况 可是它看起来全部都是 就是都有集成灰在里面 这样子结成一粒一粒小小的 有的集成灰还是一粒一粒的 咖啡色的小圆球 像泡泡奶茶像弹珠的 你看这里 基本上这一堆整堆全部都是 有没有 你看全部都是啊 都集成灰啊 有的已经结成了一大块 可能还混合了其他的污泥 或是废弃物 这你看起来就像一个土块的东西啊 芯22万千七千多 根据土壤的污染管制标准 芯跟千必须低于2000ppm 但是走到另一个地方 看起来地上就跟一般的土壤没两样 可是 它的芯大概在六万左右 千在5000多 然后铜在1000多 然后像这个颗粒就是集成灰 颗粒的部分是 但是它上面有种都白色 像石灰污泥 金灰有两个 钢铁出来的重金属的话 其实它移动性也没有那么高 然后但是如果有不锈钢的污泥 那个就会移动 那个含六价格的 那个如果你有发现的话 我建议都是要 可能要长期监测 那个场子有没有问题 骆驼山因为非法气质的问题 严重后来被列为钉种场址 但所有的成年废弃物 到现在都还是堆置在原地 土壤可能已经受到污染 而且距离最近的住宅区 差不多只有两三公里而已 这里是工业区 你看它这个有点像瓦斯槽油槽 是本来就是 紫色的一般来讲像是学校小学 黄色是住宅 黄色住宅区对 而且最麻烦的是 这个就是凤山水库 它直接紧邻凤山水库 所以我讲说最起码的话 你必须要发布像控制藏子这一类 你要防止它再继续被恶化 你要能够进入有监控的动作 在大平岭的污染热区 八成以上都是私有地 很多成年未理的废弃物 都跟骆驼山一样 外界之金难以一窥全貌 更不要说是清理或是诊治 这个有一些是涉及私有地 这是权力 你没有在确认之前 藏子你没有进场确认说 它里头确实有 有害事业飞机之间 你知不可以说这个是个藏子 没有围里主角 被丢在树林里的东西 可能都有毒物 被污染环境 空气 水源跟土壤 那大耀心是或者跟有些毒物 比较担心的是说 它如果试散到环境里面 那它有可能污染农作物 比如说我们人直接吃 或是他拿去喂一些 我们的家庭家畜 那这样我们再去吃家庭家畜 就有可能透过这样子一个 食物链进到我们身体 在短期之内 这些废弃物必须设法管制 阻绝污染向外扩散 但长远来看 废弃物的处理 也是大家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毕竟环境污染的后果 最后也是要与大家一起 共同招单 距离农历七月还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今年慈激志工将会筹办吉祥月 报亲恩演艺活动 最近正在积极的彩排还有演练当中 其中台北东区联络处 就有130位的年轻朋友加入练习的行列 迎接七月吉祥月 台北东区联络处首次练习 父母恩重男报经 要求严格 不要有男报恩 你不要这样 我说不要小动作不要 我再烟反发疑 不行 现在强迫你的头 跟你的这个不要挂 漂亮 一句话七个字 一次又一次不停歇 其中一位樊卫轩 尽管不熟练 但有女儿当她的小老师 把不会的练完 再跟会的接在一起练习 然后再教慢慢 前几年她参加小树工演艺 那时候我还不太会比手 我一直要求她 你要练习 你要练习 这里不对 那里不好 那我怎么 我自己 可是我自己却反而不会 那我怎么去 我有什么资格去说她 不只手语演艺 鼓儿也持续练习 来自高雄的吴宗化 特地北上取经 回去把这些传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的动作 可以同一标准 有一些细部的鼓的动作 跟当初练的可能有点落差 今天有调整的比较标准 拿着鼓棒比着手语 经典意涵不给予文字 他们把每个动作与身体结合 并落实于生活中 大约新闻这三美志工 吕乔美 王柱铭台北报道 土耳其辞进满纳海中小学 有着许多难民儿童 在这里接受教育 最近华硕电脑公司 陆续捐了一百多组的电脑 给这间学校 希望难民学童 可以跟世界来接轨 上电脑课了 最近满纳海中小学学生 眼睛发亮 匆匆有声 华硕电脑第九月 捐赠70组 又在家赠50组 跟随着教育 因为从最后的小学习 会更新的教育 在世界上 在此之后 会可以更新的教育 我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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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经济 入门课教的是小画家 老师示范了一个家的图案 家对在这念书 跟着家人逃过来的 叙利亚学童 格外有感 其实莫海默德泄猴 本来也存了钱要买电脑 二月花莲兽强振重创 决定把钱捐出来 叙利亚学童在这耕耘梦想 念念当地自己人的奔走促成 我从小朋友的眼中 看到了希望 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光纹 带来新闻这些美职工 余志全 土耳其报道 我看到了 我国外的旅途 我来看 我国外的灵芽 你怎么能不能不理 我看到这些乡 我看你大不了 我大不了 我都可以 我怎么办 我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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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我 我 我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 范蒂冈西斯丁礼拜堂直播合唱团音乐会 以上是今天的大爱十点新闻 感谢您的加入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